凤凰美洲新闻友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 庆祝亚裔传统乐 让您轻松悠有 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美通胀40年最高 拜登归咎疫情和俄乌战争 各位好 欢迎收看 今天5月10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总统拜登10号就通胀发表讲话 拜登将美国的高通胀 归咎于新冠疫情 对经济造成的破坏 以及俄乌战争 在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出如前一天 拜登在白宫就控制通胀 发表讲话 拜登将美国40年来最高通胀 归咎于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 拜登表示 应对通胀是他的政府 目前的首要国内任务 最新民调显示 汽油租金和食品成本上涨时 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近六成美国人不赞成总统 对经济的处理方式 彭博社报道指出 拜登的高级助手们得出结论 民主党最好的中期选举策略 是试图与共和党的政策形成对比 拜登当天也再次批评 共和党的税收和经济提案 称自己对抗通胀的计划 将降低成本 而共和党则寻求 对许多美国人加税 拜登被问及是否会取消对话关税 以帮助控制通胀时 拜登表示 政府正在就此进行讨论 尚未做出决定 美国财经媒体CNBC指出 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 会在多大程度上降低通胀 是经济学家之间争论的问题 但许多经济学家指出 放松或完全取消这些关税 是白宫目前可用的少数选项之一 凤红卫视王佑佑 陈寅秋 华盛顿报道 一家载有166名乌克兰难民的 包机提达加拿大 目前已有超过 8万5千名乌克兰人及家属 批准前往加拿大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移民厅长伯恩 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最新消息表示 由省政府组织的 首个加拿大官方乌克兰难民包机 已经从距离波兰首都华沙 约300公里的卡托维兹机场起飞 9号晚间抵达加拿大最东岸的圣约翰市 伯恩表示 这次行动也得到独立志愿者团体的协助 我们有国财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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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过去的 国财政责 在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府 和我们的社交媒体 去接触到那些需要 这就是我们建设了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府早在3月 就在华沙设立办事处 协助乌克兰难民前来该省安顿 相关措施比加拿大联邦政府早了近2个月 联邦政府在4月9号宣布 计划安排包机撤离乌克兰难民 却一直没有成行 加拿大驻基辅大使馆 本周开始逐步恢复外交工作 但领事服务移民及难民事务 则仍然需要在波兰及其他欧洲城市办理 联邦政府自今年3月中 推出加拿大乌克兰紧急旅行授权计划以来 已经批准了超过8万5千个申请 目前已经有大约2万3千名乌克兰人抵达加拿大 大部分都是通过个人或是慈善机构担保 凤凰卫视 此刻请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加拿大成家音乐学校于温哥华西区成立新校园 给喜爱音乐的学生创造温馨有爱的教育气氛 加拿大成家音乐学校剪裁仪式于温哥华西区新校区举行 出席嘉宾包括学校创始人Fiona Zhang UPC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Dr.Cory Ham 通力琴行董事长李正强 通力琴行及加拿大市坦维旗舰店总经理范凤兰 通力琴行销售经理令黎德 亚洲它会比较注重于一个技术的训练 孩子养成一个基本功 孩子有了好的基本功 他以后可以去在钢琴演奏上有更好的一个成果 那么欧洲当然这个是欧洲音乐发源地 西方音乐的发源地 所以它特别是德派 它会更加的原汁原味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结合 北美的亚洲和欧洲的教学理念 将其融合 然后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教学体系来 Pion is a really fantastic teacher and other faculty also fantastic not only with their ability to work with the students but also as I said looking for ways to bolster their own teacher teaching bringing in other people for master classes and giving travel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它也特别细心 每次上门课之后 它都会给我发很多的笔记 然后每个笔记呢 它都写得特别的detailed 然后有很多细节 加拿大成家音乐学校自创立以来 为学生多次举办慈善音乐会 钢琴大师班等一系列活动 在设备方面 沿用世界音乐厅用情规格 引进了斯坦威九尺第七号三角钢琴 方黄卫视李玉敏 苏一恒 温哥好报导 来看一组中国快选 总统拜登表示 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是联邦政府的优先事项 拜登介绍了民主党抗击通货膨胀的计划 包括降低雇主和雇员成本 并要求大公司和高收入人群支付公平份额的税款 拜登表示 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需要降低供应商成本 因此联邦政府计划让更多卡车司机参与工作 从而减少运送货物所需的时间 来降低制造商成本 通货膨胀问题是民主党 在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共和党人利用通货膨胀问题 来批评拜登对国内问题的处理方式 而拜登政府则将通货膨胀问题 归咎于供应链问题 持续的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 财政部长耶伦今日警告国会议员 如果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裁决 将对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 当被问及如果推翻裁决 会给国家带来什么经济影响时 耶伦表示他认为 剥夺女性决定核实是否要孩子的权利 将对经济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会让女性的权益倒退几十年 他表示罗素韦德案 以及女性获得包括堕胎在内的 生殖保健服务 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的参与率 耶伦指出许多研究表明 禁止妇女堕胎增加了她们生活贫困 或者需要公共援助的可能性 耶伦发表今日的言论之前 一份泄露的最高法院意见案显示 多数大法官可能赞同推翻罗素韦德案 但是最终裁决结果预计在6月或者7月公布 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南德表示 加拿大政府正在权衡 是否重返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阿南德于今日在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 主办的会议上表示 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对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进行全面而详细的审视 2005年在经过激烈的全国辩论之后 加拿大选择退出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 然而由于对朝鲜不断增长的核武库 和俄罗斯关系恶化的担忧 阿南德表示 加拿大政府目前提出是否重新考虑该问题 阿南德还承诺很快就会提供更多 关于加拿大和美国将如何改善 北美整体防御的细节 目前有军方官员警告表示 这些防御已经严重过时 苹果公司近日宣布将停产iPod Touch 拥有20年历史的iPod品牌宣告结束 iPod Touch是该公司仍在销售的 可协式音乐播放机的最后一个型号 该公告结束了 苹果公司在2001年首次推出iPod时 开启的数位音乐时代 第一代iPod Touch与iPhone更加相似 于2007年推出 自2019年5月份以来就没有更新过 售价199美元的iPod Touch 除了播放音乐之外 还可以发送iMessage和拨打FaceTime 但是不能打电话 苹果公司全球行销高级副总裁表示 iPod精神通过其许多其他 集成了音乐播放功能的产品 得以延续 苹果公司表示 iPod Touch将售完机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中国蓝3D的最新消息 连日来北京市政府的通报中 全市新增的风控区等区域 总数持续增加 为了保障这一类区域内的 非极微重症患者的就医需求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近日协办了400辆车辆 专门用于孕产检 透析 化疗 肿瘤等人员的 就医出行服务 截止9号 车队累计出动619车次 运送1070人次就医 庆祝中国共产党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大会 5月10日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表示 青年的命运 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 100年来 广大团圆青年 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了青春 建立了重要功勋 历史和实践证明 中国共青团 不愧为党的忠实助手 和可靠的后备军 中央气象台10号 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华南地区将有持续强降雨 其中广东中北部和沿海地区 局部降雨量超过300毫米 广州 珠海 以及澳门等地的中小学 及幼儿园宣布停课 珠江流雨将迎来今年入训以来 长度最大的一次强降雨 一连7天累积降雨量 最高可达400毫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二环 这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二早时开盘 呈现了一个小幅开开之后 全天是平盘震荡收盘时 三大指数是仗跌互坚坐收 道指仍然还是呈现跌势 而纳斯达克是跌深反弹 标普500指数是几乎平盘坐收 实际上在过去这段时间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大幅盘整时候 已经陆续损失了价值1.1万亿的 市场资本值 而道琼斯平均工业基础 早时开盘时呈现反弹之后 在民生型类股拖累之下 呈现走低 而在星期二出现上升的 一些科技类股 其中是由英特尔公司 微软公司 苹果公司 都是道指当中 升幅最大的一些大型科技蓝筹股 但是IPM公司则是成为 道指当中跌幅最大的一个科技股 下降3.95% 摩根大通下降2.44% 整体金融类股也都是 呈现走低的趋势 民生型类股在星期一度 受到投资人看好的 加德堡以及沃尔玛公司 在星期二则是下跌1%左右 电商表示 随然是道琼斯平均工业 指数在周二升负一度 是上探了500点 但是不排除 这都是雄市反弹的迹象 所以声势无法持久 而且关键的是 在星期三即将公布的 消费物价指数 有电商表示 8%是关键性的数据 如果超过8%的话 市场可能还会有 大幅下跌的趋势 所以建议投资人 保守观望 场外保守整理 自己的投资组合 已经做好 迎接更进一步 大幅下跌的 这个市场的走势 时间长的收益率 是呈现了2.98% 而油价下降 2.99%是100美元一桶 黄金价格则是 因为美元成为强势 所以受到投资人 重量级的抛售 下降1% 则1839.70美元一盎司 所收 标普500指数 十一代行业股当中 深呼最好的 还算是科技类股 和能源类股 但是金融 公用类股 还是重量级下跌所收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富豪卫视旁者 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资金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最后来看去 旧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请登陆iPhone 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